云端的部分的话 我刚讲过上课的讲义 就在这个地方 上课讲义里面 你们刚我刚刚的画面在这边也可以 你把它点击开来 就是这个 题目就在这里 反正你也可以在云端上面看 我觉得好像反而云端 看起来也蛮舒服的 而且现在google现在除了卖app之外 也在卖电子书 什么钱都要赚 而且好像还蛮好赚 因为电子书也是都空的 反正你就做好 这放上去就好了 多好 不过之前还有一个同学 好像跟我问说 老师那个电子书实在这样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我买了之后 可是我买实体书 我还可以在网拍卖给别人 对我还可以卖钱 可是电子书我买了之后 我就没办法卖了 而且只有我的账号可以看到 别人账号不能看 但是有缺点有优点 OK那这边的话 我们进来之后的画面 另外的话 我刚刚的画面 会把他放在我的那个云端的这个白板里面 所以如果后面的画面 如果你要看的话 你可以到完成画面里面 那我刚刚已经把完成的画面丢上去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是我刚刚写的程式 因为我们只有两天 所以我没办法用那个live demo给各位看 一喊一喊call 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上课 比较充容的话 我可以慢慢一喊一喊coding 这些都是我从头到尾call出来的 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你要很熟悉这个call的方法 反正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你就是养成好习惯就可以call出来了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产生一个不重复的 也就是说你重复之后 产生一个乱数之后要比较嘛 对不对 那跟前面比 那什么第一次不用比 所以你要把第一次的这个部分避开 第一次避开 所以第一次要怎么避开呢 OK 那我们来看 那第一次的话 我们要避开的话 首先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已经有写好的 我这边有一个OK 那基本上大概我把它写在这里 基本上就是这 这个区块是 是我们产生乱数的部分 那有哪些部分是新的 其他都是旧的嘛 第一个我在这边宣告一个pooling 这个pooling名称叫flag flag是判断有没有重复 预设是没有重复 那我们把那个刚刚产生乱数这一行 放在哪里了 放在一个度回圈里面 那这个度回圈是后测 就是说呢 后测试回 先因为后 为什么要后测试 因为你第一次一定要先产生一个乱数之后 再来判断有没有重复嘛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 是用一个后测试回圈 那后测试回圈的话呢 是写在这边 度先产生一个那 flag预测就false 就是没有重复的 没有重复 然后呢 在这边产生一个乱数 也就是